前、队、离、阵、训、坎、更、坤 这是中华传统文化之一的《易经八卦》 如果把八卦和城市建设融为一体 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那就来新疆特克斯亲身感受一下 我们现在就已经到了特克斯了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八卦城的正中心 整个中心这里到了晚上 还是非常热闹的 咱们呢先简单地看一下夜景 然后等到明天天亮了之后 我再带大家好好的去转转这个八卦城 我们的旅程离开昭苏继续向东 没多远就来到了特克斯 特克斯名气很大 我们也是神往已久 这一次终于圆梦 走进特克斯之后 第一感觉就是分不清东南西北 即使路口很多 但是却没有一个红绿灯 虽然没有红绿灯 但是一点都不拥挤 这可能就是八卦的魅力 现在呢天已经大亮了 虽然晚上下了一晚上的雨 我还担心今天会是阴天的 没有想到是个大晴天 还是挺幸运的 我现在呢是又来到了八卦城的正中心 在我身后呢就是太极坊 今天呢咱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 特克斯八卦城的布局 然后去看一看每一条街 特克斯位于草原深处 地处西北边陲 但依然拥有厚重的文化底蕴 在西汉时期 特克斯和刘裕 曾是乌孙国的政治 军事文化中心 从那时候起 特克斯就是古丝绸之路 北道的一座重镇 距今也足足有2000年的历史了 如今乌孙古道 也是特克斯旅游的一张金名片 整个县城呢由内到外 是由四条环路连通的 东西南北分别对应的就是 镇对离卡 我们今天呢就从前街开始转 前呢指的就是天 也是一经八卦当中的第一卦 前街这边呢是西北方向 整个这一段是一条美食街 汽车也是不能通行的 现在上午还是显得比较冷清 很多地方都还没有开门 等到了晚上之后 这就会变成非常热闹的一条街 特克斯的精髓一定要从高空看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八卦的全貌 出门旅行这么久 旅游景点也去了很多 要说无人机的数量 特克斯绝对是我见过最多的 可见游客们也都喜欢从空中 去俯瞰这座神奇的城市 在八卦城这边有很多方式 可以让我们从高空俯瞰整个县城 比如说我们眼前的摩天轮 还有热气球 还有一个观景台 我们现在面前的这条街呢 就是对街 对街正对的就是正西方向 这座神奇的八卦城是怎么来的呢 在当地也流传着一些传说 相传八卦城是今朝末年 华北道教全真妻子之一的长春真人 邱楚基设计的 邱楚基应成吉思汗的邀请前往西域 西游天山三年 在路上 邱楚基觉得特克斯河谷这里是一个好地方 便以此作为八卦城的风水核心 确定了坎北、黎南、震东、对西四个方向 这也就是特克斯八卦城最原始的雏形 但其实这种说法显然是经不住推敲的 据史料记载 邱楚基并没有来过特克斯 更谈不上修建城市 特克斯八卦城是近代的产物 但至今也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现在在我身后的这条街就是镇街 也就是正东的方向 镇代表的是雷 我们大概转这一圈之后 会发现每一条街对应的都是气象天地 其实这就是自然 整个八卦城讲究的也是城与自然共同发展 人和自然和谐相处 特克斯地处河谷之中 曾经的县城所在地 前面临河 后面靠山 地域狭窄 发展受到了限制 在1938年的时候 当时任伊犁屯肯使兼警备司令的邱宗俊 到特克斯亲自勘察 按照一经八卦的形制 设计出了八卦城 真正开始建设是在1939年的夏天 当时是用20头牛 拉着20张牛离 沿着八卦图的8条射线 离出了八卦城街道的雏形 也有人说 特克斯就是20头牛拉出来的城市 特克斯从内到外有四个环 最中间的一环是商业区 向外有序拓展 从多层的居民区 过渡到彩色屋顶的平房 看上去就很有规律 其实特克斯最早是有红绿灯的 后来人们说 既然各条路缓缓相连 条条相通 那么就不会堵车 车辆和行人 无论走哪个方向 都能够到达目的地 有关部门就在1996年 取消了道路上的红绿灯 八卦城也由此成为了一座 没有红绿灯的城市 特克斯是世界上唯一的乌孙文化 与易经文化交织的地方 也是迄今为止 唯一的建筑正规 保存最完整的八卦城 特克斯这里呢 确实是非常有特点的 而且旅游资源也丰富 在这边不管是吃还是住 都是比较方便的 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 就可以到这边来看一看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美丽风景 拜拜